大家好 欢迎收看了地球 我是亮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亚洲新老球王之间的对战 这是2013年的英国锦标赛 丁俊辉对阵瓦塔纳 这场比赛虽然丁俊辉最终获胜 但是他仍然非常的不满意 砸桌子啊 还有扔干啊 至于原因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收看 今只是因为他没有想让这个剣 都可以 ост稍微戴面 但这个剣朵还尽好 我们看到很多剣朵舌遍 我只会找到他的剣朵 如果他把它放摄 可能他有过分别 这一杆相当的惊险 红球差一点就停在了带口 不过好在还是缓缓的落下 丁俊辉也唱出了一口气 我们说,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地球上的跨仰 但是这些人的连接 这些人的连接是继续可以打倒下去 看他的这些人的跨仰 然后再到的上次 但重点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继续机要是有点连接 这一竿做球做得非常好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整个的线路 非常的困难 但是瓦塔纳却别出心裁的来接球 那是非常好 一片一片 西翔蜜色的 这个由 James的枠是弦红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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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色会长到橙色的黄色 可以找 Himsl metres起来以恰噜刻以束光 纤织黄 套到黑色的大约 有碰戈喔那这一一吒 把起来 他有很好的形状在这一边 那是一张照片从 James 他也有黑色的色彩 我猜到有什么样子出现 或许只能处理一下 可能只能处理一下 他能处理一下这一边 我不认为他能处理一下 他能处理一下 他能处理一下 只能处理一下 那是OK 好 这一根翻带相当的精准 不过目前母球所处的位置 打黑没办法来贴黄 华特娜成功地做上了一杆 这个球只有左边一库 或者右边一库可以救球 右边相对简单 而丁俊辉却选择了男的那一边 丁俊辉的这杆截球可以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因为从左边接球的话 粉球挡住了半颗 那么黄球只有半个位可以救到 但是丁俊辉准确地救到球 并且运气还不错 顺便给瓦塔纳做上了一杆 现在他已经有了一杆截球 现在他已经有了一杆截球 他在这一场的选择 这次是有点问题 如果他可以在纳达上 然后他会贏到标准 这一场 看起来不错 不错 但他仍然有一个打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非常可惜瓦塔纳这一杆咖啡球没有打进 实际上这个球囊的难度并不高 走位也比较简单 只在迷惑 це线 是真的没有打开 可以去把黑和黑莓的 可是喜欢比较轴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丁俊辉现在的表现 十分的郁闷 他的感觉呢 就是说 这一杆母球应该到位 但是跑得太快 跟他的预计完全不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丁俊辉的口型 他肯定在发现他的不满 这一杆黑球呢 他也是打得非常准 但是呢 没有金带 打厚了 这一杆呢 实际上是正常的台泥效应 因为这一杆球 力度很轻 利毛方向呢 会向左偏 这个是非常的正常 我们看到丁俊辉十分沮丧地离开了球台 这一杆力量又大了 按正常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对这个球台的抬离速度有所不适应 虽然丁俊辉会赢得比赛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